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涛评述 那在石涛评述的这期节目当中 我们还要盯到就在星期五 也就是重庆的整个团的开放日 也就是薄熙来面对记者回答相应问题时 这件事情成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我们时间很有限 所以我看到了在美国之音有篇文章 它是把世界各重大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和分析 汇总在一起了 那我们看看它怎么说的 美国之音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讲的 世界媒体看中国 重庆的轨迹 文章上来他先提到一个英文词叫做intrig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又诡异的词 在中文当中我无法找到一个旗鼓相当的词来对应 跟大家翻译 但是这个英文词如果用中文的词来比喻的话 大概包括这样的意思 他说这些词加在一起就是这个intriguer英文这个词的意思 文章的题目他用了叫做重庆的轨迹 大家就能体会到在整个过程当中 世界各大媒体都意识到今天中共的权斗 完全发生在中共最高层了 文章的副标题上来提到说 薄熙来重新出现 受到了关注 这个角度呢 主要是来自于美国的时代周刊 那美国时代周刊 驻北京的记者报道的题目是说 中国政治明星薄熙来的命运加剧了中共党代会的轨迹 也就是指薄熙来的所作所为 让大家看到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轨迹阴谋险恶 那文章主要是就把这件事情介绍一番了 他接着提到说 围绕着薄熙来的猫腻 是因为重庆商人张明玉的命运 而更凸显的明显 更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瞩目 让人感觉到事情的诡异 那张明玉这件事情呢 在我们前两期节目当中已经提到 那他作为一个重庆的商人 今天再次被失踪 而被失踪的原因就是 他手里头握有王立军的录音 而这样的录音资料呢 就能够揭示出整个有关王立军这件事情的真相 起码张明玉自己是这么说的 而他作为重庆的商人 又是重庆的人大代表 他自己的财产呢 却被王立军威胁着 转给了这个薄熙来的朋友 大概事情就是这样 而就在两会期间 大概是六三月六号七号左右的时间 张明玉被失踪 那网上说法是被四个重庆市的警察 从北京 雅云村带回了重庆 所以文章就提到 目前看来整个这个轨迹叫好戏连连 好似间谍小说 文章就解释 张明玉前一段时间公开表示 他将公布一些材料 揭露薄熙来先前的心腹 也就是王立军 以及重庆官场的贪腐行为 做完上述表示之后呢 张明玉就很快加入了 中国的被失踪者的行列 这是美国的时代周刊的报道 紧接着另外一篇文章 是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 纽约时报的报道 依然用了这个 刚才说的那个英文词叫诡计了 而如果中文的翻译呢 它是这么说的 中国政治丑文剧 演员越来越多 浮现越来越奇 我相信是因为 用了英文这个词之后呢 翻成中文都不知道怎么翻好了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 就是好莱坞的大片 已经不好看了 我们还看这真人真事 真故事 今天在北京 在天安门广场 真实的上演 这个更好看 纽约时报的评述呢 上来提到薄熙来 说他干尽十足 心狠手辣 一度被看作是 一定要升任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人物 这是对薄熙来的评价 他说但是后来的剧情发展呢 让人瞩目 让人瞠目结舌 简直就是一部 惊险的间谍小说 一个出逃了重庆的百万富翁 指控重庆当局对他示意酷刑 而另外一位富豪 却突然失踪被拘押 这一切使得中国一场 富有轰动效应的政治丑闻 平添了更多的几层的瓜葛 中国在通常情况下 是能够将领导层内部的斗争 秘而不外宣的 这一意思呢 这一次完全不同了 这一次在北京 在这个天安门广场 在人大会堂 变成了一个大戏台 一戏接一戏 一戏接一戏 老百姓坐在家里 不用花钱不用买票 我们就坐在家里 天天看 天天看大片 刚才看到的是 美国的纽约时报的报道 而美国华盛顿邮报呢 针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呢 也比较特别 他直接讲说 薄熙来自称安然无恙 而在整个文章题目当中 同样用了intrigger这个词 就是我们刚才文章一开始 解释那个词 所以在华盛顿邮报的 这篇文章的题目呢 叫做 在传闻和轨迹纷飞之际 中共官员薄熙来露面发言 这只能说硬翻了 把这英文硬翻过来了 但他用的词 依然是轨迹这个词 他对薄熙来的评价 是这么讲的 薄熙来是个人特色 非常明显 而引人争议的 中共的高级官员 简单介绍了当时薄熙来 接见记者的当时的现场之后 他特别提到王立军这件事情 他说在缺乏信息透明 和真实信息的情况之下 老百姓有关 王立军事件的冲文 完全充实了互联网 以及香港媒体 有人猜测 王立军的案件 可能是薄熙来政治对手造成的 目的是让他难堪 从而使得他不能在今年秋天 十八大上如愿地进入中共的最高层 是不是这种可能呢 很有可能 而这个手法会造成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局面 就像我们在前一期的节目当中提到 薄熙来看来意识到自己完了 包括他在接见记者时说 我个人跟十八大没有任何联系 他已经往后退了 我们看到的状况都是在往后退 但是这里很关键的问题 大家要注意就是周永康的位置 周永康的作用 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周永康跟他是在一起的 而中共的权斗将走到哪一步 目前很难说 我一直有个说法 今天的权斗在中共最高层 缺少一个绝对的权威式的人物 而通常政治局常委当中的政法委书记 就是一个这种强权的人物 这种强有腕的人物 但是在现今的体制之下 现今的氛围之下 他又受到遏制 所以我们讲 整个今天中共的走向 跟他的体制是背道而驰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体制的崩溃也就可想而知了 大家会可能第二天早上一看 出事出什么事了 死的死 伤的伤瓦解了 指不定什么样 咱猜不出来 但是有一样 咱们可以预测到 就是中共本身的瓦解 可能就在咱们眼前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